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房地产节目 今日我们带来三个引人注目的新闻故事 首先智利的两大房地产投资基金即将出售价值552百万美元的商业地产 这将对该国本已冷淡的房地产市场造成冲击 其次普利茅斯市议会将花费近29万英镑修缮皇家剧院的漏水屋顶 这笔费用将通过公司借款来支付 最后杜伦县议会拒绝了一项在西亭建造37栋住宅的计划 当地居民担心该开发项目会对村庄造成灾难性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智利的投资者正准备迎接一场罕见的商业地产抛售潮 因为该国两个最大的房地产投资基金即将清算 由Toesca SA和Benchili Inversions管理的价值5.52亿美元的房地产组合 可能很快会进入市场 这引发了对智利房地产市场恶性循环的担忧 低价促使投资者放弃并清算房地产投资 而即将到来的建筑物突然供应可能会进一步压低价格 Toesca的房地产负责人奥古斯托·罗德里格斯表示 尽管市场上资产过剩会使出售资产变得更加困难 但公司对其资产的质量充满信心认为会有很多兴趣 Benchili的房地产基金也面临清算风险 但公司可能会提出新的延期方案以避免清算 智利的房地产市场近年来因高利率的全球影响 而先有商业地产出售 这次强制销售可能证明需求有多糟糕 或者对现金充裕的稀有投资者来说是个机会 尽管一些基金经理正在国际市场上寻找机会 但本地基金经理面临的主要问题 是高利率长时间的许可获取和高昂的建设成本 英国广播公司 普利茅斯市议会将花费288,975英镑 进行紧急维修以修复剧院屋顶的漏水问题 作为剧院的房东 市议会表示这些费用将通过公司借款来资助 住房合作开发和社区事务内阁 成员克里斯彭博锡表示剧院是一个文化强国需要保持良好状态 他强调作为这座重要且受保护建筑的房东 市议会有责任不时投资以确保其适用性 除了修复屋顶漏水问题 还将进行新的防水毡和排水系统的改进 预计这些工作将持续12周 该剧院在夜间经济教育和启发各个年龄段的人 以及在城市的区域和国家生育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英国广播公司 由于担心对村庄产生灾难性影响 37套住房的计划被拒绝 开发商Believe Housing 希望在达勒姆郡的C10建造新住房 但当地居民表示 由于缺乏设施 村庄无法应对这一发展 尽管达勒姆郡议会的规划官员支持该申请 但议员们还是拒绝了这一计划 Believe Housing表示 这一开发项目将支持当地服务的经济可持续性 如酒吧、社区中心和公交服务等 然而超过360封反对信件 和一份有283个签名的请愿书被提交 Sitian with Slingley教区委员会主席 艾利森·斯莱特表示 开发规模可能会削弱当地居民 珍视的出色的社区精神 并对老年人前往繁荣的社区中心造成困难 Sitian区议员大卫迈肯纳则认为 提议的通道不安全且不合适 并表示这一提案威胁了社区的完整性 尽管规划官员建议批准该申请 但郡议会的规划委员会最终投票反对 纽约时报 斯蒂芬妮·纽厄尔决定去年搬到丹佛 这个选择关乎接受度 作为一名跨性别女性 她在圣安东尼奥的家乡感觉难以自在 特别是在德州立法针对LGBTQ群体的浪潮中 然而这个决定也带来了财务上的影响 在圣安东尼奥她与母亲同住生活成本较低 仅仅把她的东西搬到北边的两个州就耗尽了她的积蓄 我以为我准备得很好 但到达时就破产了 25岁的纽厄尔说 丹佛的生活并不便宜 她在市中心的一居市公寓每月租金约1800美元 她通过兼职律师助理工作 自由写作和编辑以及Instagram内容的广告收入来支付 虽然我没有负债 但确实很接近 这是美国的同性恋 女同性恋 双性恋和跨性别者几十年来做出的选择 从不那么友好的地区 搬到通常是沿海城市的地方 那里有更多的保护和更大的社区 宽容的代价是更高的租金 随着同性婚姻成为法律 骄傲活动变得主流 搬迁的需求似乎在21世纪有所下降 但在过去两年中禁止跨性别青少年转变护理的法律激增 导致更多人寻找庇护之地 尽管大多数法律基于性别认同而非性取向 其影响超越了跨性别者 克拉克大学女性和性别研究主任艾比·戈德堡 定期调查LGBTQ个体和家庭 她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佛罗里达州限制在公立学校讨论性别认同的法律 使得LGBTQ父母更有可能想离开该州 美联社 智利总统加布里埃尔 伯里奇的总统官邸 与一家不堪重负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同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街道上 伯里奇所在的波西米亚社区 街道上散布着纸箱和毯子 提醒着他兑现给智利人更好生活承诺的艰难 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 住房紧缩和大量移民涌入 使智利的无家可归者人口空前增加 过去四年里 南美最富裕经济体之一的无家可归率 跃升了30%以上 改变了这个以繁荣自豪的国家的街道 用于应对无家可归现象的资源减少了 而无家可归者人口增加了 圣地亚哥市议员罗萨里奥卡瓦哈尔说 即使在总统们曾居住的富裕地区 贫困家庭也日益将长椅变成床 将树木变成厕所 在海滨旅游中心维尼亚德尔玛临时帐篷群 盖过了时尚的艺术景象 智利政府表示 今年已登记的无家可归者人数为21,126人 而2020年为15,435人 政府数据依赖于市政机构的单碗快照 社工认为实际人数约为4万人 上个月 政府宣布将首次在全国人口普查中包括无家可归者 援助工作者表示 尽管有缺陷 但更好的数字将更好的反映问题的范围 以及国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进展或缺乏进展 这应该迫使政府实施更有效的社会政策 智利慈善机构Hogar de Cristo的安德烈斯米利亚尔说 智利的无家可归问题的高度可见性 一个被认为比邻国富裕和稳定的多的国家 已将问题推上一程 邻居们对恢复公共空间的压力很大 卡瓦哈尔说 美联社 华盛顿 经济学家投资者和美联储官员的乐观情绪正在上升 他们认为美国的通胀几乎得到了控制 最新的消费者价格报告预计将显示 另一个月的温和增长 根据数据提供商FactSet的调查 预计政府周四早上发布的数据将显示 美国消费者价格从5月到6月仅小幅上涨0.1% 6月份的通胀可能受到较低的汽油价格和略微上涨的杂货成本的抑制 小幅上涨将仅随前一个月的未变读数 与去年同期相比 6月的通胀预计为3.1% 低于5月的3.3% 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和他的同事们仍然保持谨慎 周三鲍威尔重申 抑制通胀至美联储2%目标的显著进展已经取得 同时 他警告称 需要更多的好数据才能让美联储官员有信心降低其关键利率 目前处于20年来的高点5.3% 尽管整体通胀有所缓和 但食品、租金和医疗保健等必需品的价格比三年前高得多 这是公众不满的持续来源 也是总统乔·拜登连任竞选的潜在威胁 大多数其他指标表明 尽管经济在放缓 但仍然健康 失业率仍然相对较低 招聘保持稳定 许多消费者继续旅行 外出就餐和在娱乐上花钱 然而民意调查显示 累计的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拜登的受欢迎度 美联储在2022年和2023年积极加息 以应对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后 已将其关键利率保持了近一年不变 其加息导致抵押贷款 汽车贷款 信用卡和其他形式的消费者和企业借贷成本增加 通胀现在远低于2022年中期的9.1%的峰值 如果6月的通胀数据与经济学家的集体预测相符 几乎可以肯定会被视为鲍威尔所寻求的更多好数据的另一部分 美联社报道 密西西比州首府 杰克逊市的一些公寓 因长期未支付水费而被切断了供水 负责运营杰克逊 水系统的JXN Water公司表示 为了维持系统的改善进度 所有人都必须支付鹰角的费用 杰克逊市约有14万4千名居民 其中约25%生活在贫困中 这座城市多年来一直面临水质问题 和水处理厂人手不足的问题 2022年8月和9月 水系统几乎崩溃 导致数万人无法获得饮用 洗澡 做饭或冲测用水 JXN Water在切断供水前 多次联系了公寓管理公司 并发出断水通知 WAPT-TV报道 Gardenside Apartments的水费 自2017年以来 未支付 总欠款超过14万8千美元 住在Gardenside Apartments的退伍军人 Odwin Rees表示 她在检查没有自来水的邻居 包括一名93岁的老太太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Irene Dornan在去年2月 经历了医生称为灾难性脑出血的事件 昏迷了一个月 当她醒来时 她的家 狗和所有财物都不见了 由于医生告知她的家人 Irene无法存活 她的家人被迫放弃了她的公屋 现年73岁的Irene 住在Furimantle的一家高护理养老院 尽管她现在健康状况良好 但她被困在一个需要全天候护理的地方 Irene感到自己被困住了 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空间 她的儿子Steven Dornan 呼吁社区部门采取更个性化的处理方式 她认为母亲的情况复杂且特殊 但却被忽视了 Irene的养老金无法支付私人租房费用 她只能等待两年的公屋申请 雅虎美国报道 呈现的真实主妇第18季即将首播 资深观众们可能已经在计划观看派对了 本季将迎来熟悉的面孔 Alexis Bellino回归 这意味着更多的戏剧性场面即将上演 第18季将于7月11日晚上9点在Bravo频道首播 没有有线或卫星电视的观众 可以通过DirectTV或Football等直播电视流媒体服务观看 如果不想注册直播电视试用 也可以在次日通过Peacock流媒体观看 Peacock的订阅费用为每月5.99美元 提供广告支持的订阅服务 还可以升级到每月12美元的无广告高级订阅 享受更多功能 学生还可以享受特别折扣 每月仅需1.99美元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 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Morning sunlight on the street City whispers soft and sweet Faces mix in daily grind Every story intertwined Cultures blend like colors bright Languages in the silent night On the table stories told Food and feast upon so bold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Echoes of our wars and fears Lafing through our unseen tears Children playing in the park Drawing dreams till after dark Elders speak of days gone by Washing shadows from the sky People living day by day In the heart they find their way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Society in rhythms big Entertainment's fleeting heat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Sharing moments voices s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In this world of everything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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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